大家好 这两个月没有录视频呢 我说去做其他事情了 那个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啊 深圳保安区这边那个城中村 深圳的保安区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一栋楼的楼顶 顶楼 这是这个城中村最高的一栋楼 房东呢 把上面装饰的 装修的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都是楼爱楼 楼都不是很高 七八层十来层这样子 每一栋楼里边都住满了人 每一栋楼里边都有 很多很多的人住房子 像这样一栋楼 大概也就两百来个平方吧 但是下面被分割出来十个房间 十个套间 可想一下每个房间能有多大 我可以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这段时间 我看的其他的房子的户型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你看这些楼的距离都好近的 远处呢就是南山区哦 再稍微远一点呢就是比较高档的地方了 等一下下楼去逛一下看一下 这里就是城中窗就是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小单间小小的富士 大家觉得可以租多少钱呢 你多少钱愿意租呢 看一下非常的秀枕 这就是在深圳住房的生活 这就是在深圳住房的生活 在那房子小小的 这个是地方一厅 大家看到了吗 非常的小 但是也要两千多块钱 嗯 两千五六吧 这样子 这个就比较大的了 这个基本要三千百块钱了 所以寸不寸金了 在这现在没有一定的收入的话 这样的房子是租不起的 这样的户型属于两房一亭 房间里呢有一个床 有个衣柜 这个衣柜已经不错了 这个厅呢是比较窄的 有个沙发 这个厨房呢做的还可以 时间还算精致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稍微大一点 光线还是不错的 大家觉得这样的房子 你愿意租吗 多少钱的租金是合理的呢 这个是一房一厅 有个小厅 这个离地铁口很近 看床头的床就是这样子 房间这样子一转身就出来了 这是洗手间厨房 洗手间 是不是很休整的 大概就二三十平方吧 像这样的房间 两千多块钱 两千五六 房间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离地铁口近一点 就要两三千块钱了 所以生存不容易啊 但是这也是一个市场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如果你想找出路的话 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它分季节 分淡季和旺季 分时间段 像现在人少了 你想去住 住给谁呢 住房的人会少很多现在 所以很多房子现在还空着 空着 现在想住得去 难度有点高了 像这么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 大概要两千多块钱 不便宜吧 不便宜吧 不便宜吧